下面我们来讲解一层建筑的楼板对象的废置 当然我们楼板这个它的废置呢 是要通过搜索五顶线 然后通过三维抄袭当中的平板对象来进行创建 我首先我们在左侧材料中 我们选择黄江五顶 这里有个搜五顶线命令 这时候我们要框选整个图形对象 按确定 输入外皮距离 我们这里外皮距离我们为0 让飞车 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看 这个对象把它的颜色 我们只放为另外一种颜色 你看这样子更好的观察 这个洋红色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所收索的五顶外轮扩对象 五顶外轮扩对象已经废置好之后 进阶着在这里我们废置一个矩形对象 二零四飞制矩形它的宽度为三千二高度为一千六百八十 好 这个对象已经做好了 进阶着在这里呢 我们执行举行命令二零四 以这个楼梯这个起点 尾端点废置一个矩形 矩形的宽度为一千一百八十 高度为三千一百二十 看 这样子已经有了 好 当然我们这时候 我们把这个矩形对象对它进行移动 移动到这里有一个双开门这个位置 当然在这里呢 我们执行举行命令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废置一个直线段 然后我们执行移动命令M 选择它 好 不足道举行下车终点 然后将其移动到这里来 移动到它的终点位置 OK 当然下面我们再来使用 把这个多余的线段把它给算除掉 好 这样子的话就废置了两个矩形 然后再来进行镜像MI 选择这两个矩形对象 OK 然后不足它的这些点 按F8 OK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把 这里就废置好了几个矩形对象 这时候我们根据要求 再来执行这个三维 造型 建模里面造型对象 这里有一个平板 命令行提示 我们选择这一个 你看外能扣 然后按量测 肥测键 再输入平板的厚度为-100 OK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对象 生成的对象把它颜色 指为青色 只为青色 你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已经生成好了 但是我们从左侧可以看出 这个平板 它是在 最下侧 也就是这个地方 跟它是一致的了 那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根据要求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移动 把它移动到五顶上面去 当然在这个位置 我把它切换为二维相关模式 我选择 你看这个对象 选择它 把它使用我们这个 左侧 这里有个工具 拆了下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位移 选择它 然后 输入位移的一个基点 选择 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个 数移 数移的距离输入 2400 好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个平板 是不是上去了 OK 看 这个平板 就已经上去了 但是 这里有一个问题 由于在我们这里 有一个 这里呢 有 是一个楼梯间 洞口 所以说 在这里 我们应该开启一个洞口 那怎么来开启呢 同样 我们在这里呢 这是一个平板对象 创业这个平板对象 一选择它 双击两次 将弹出一个快捷菜单 这里选择加洞 好 然后选择我们所备制好的 这两个矩形对象 OK 然后按回车键 一看 取消 这里 这里两个洞口 就可以已经 展现出来了 但是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圆柱上面 有一个 还有另外的对象 这里 比如说就是 我们要创建 这一个平板 怎么来创建 我们还是在左侧 屏幕侧面中 我们这里选择 这一个 三维建模 这里有一个平板 这里有一个平板 然后 它问选择 我这里选择 这么两个矩形对象 这个对象 当然我先选择这两个对象 我把它选择好 选择好之后 我再来执行这一个平板 然后它问 适合为该对象 我说是 按肥车 它我再按肥车 再选择 再按肥车 然后输入它的平板 后度为-100 我现在把这个图形 切换转换一下 东北等轴车 试图 我选择这个平板 看一下 这个平板 它是在底侧 同样在这里 我们要把它进行 这一个位移操作 只行工具拆了下 这里一个位移 然后选择 数以2400 你看 这个数版就已经上去了 看一下 数以上去了 那么同样 我们右侧 这个对象 一样的 我在这里选择 三维建模 平板 选择这个矩形 按两次肥车键 再按肥车为-100 OK 同样我选择它 在这里 我们选择工具拆了下 这里有一个位移 选择数以 数以高度为2400 你看 右侧 我们这里可以观看到 这里两个平板 就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之后 根据图形的要求 我们可以查出一个 平开门的对象 在这里 我们观察的时候 可能读者会发现 比如说 在这里有两个房间 动口 这里 我们可以开 因为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和这个空间 四周没有门窗对象 用户无法进出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 开启两个门窗对象 怎么来开启 选择门窗 这里选择门 单开门 门的宽度 我们这里设置为800 按这里为自动 800 然后距离为242 然后之间 按键的键 让它进行调整 OK 按照这个 这样子把它做好了 从而就把这个 一层平面图 这个天正自定义对象 已经做好了 内部的可能无法观看 我们这里看 因为加了一个 五顶顶盖效果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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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